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事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皇喀玛巴 敬礼图灯达吉上师 敬礼谈诚三宝 敬礼今天的同修本尊 地藏王菩萨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的贵宾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他在办公室那边 生活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 徐雅琪师姐 中华中中委会法律顾问 周费方律师 吉公主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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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是同修地藏王菩萨本尊 那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地藏王菩萨有一个念 就是地义不空 士不成佛 地义不空 士不成佛 那么地藏王菩萨他其实不只是在地义 有所谓六道地藏 他其实在天 在人间 在任何一个道 都有地藏王菩萨 都有地藏王菩萨 那么他有一个净土 就叫做翠维净土 一般比较少人知道 在翠维净土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他有一个念 很大的念 所以我们称为大念地藏王菩萨 就是地义不空 士不成佛 可见他是最后一个成佛的 一般成佛是有三样 三项 第一样的成佛是国王式的成佛 什么是国王式的成佛呢 就是他先成佛 听不到声音 也就是说 他先成佛 他先成佛 然后再来度众生成佛 然后再来度众生成佛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是像最后生菩萨 最后生菩萨 斯加摩尼佛 他已经先成佛 以后他再弘化度众生 这是国王式的成佛 那么一种呢 另外第二种就是周子式的成佛 就是一个渡船的人 渡船的人 他是属于伐船的 那么坐在周里面的 坐在这个小周里面的 跟他一起到达彼岸 一起成佛的 就是说众生也成佛 那么他也成佛 这个叫做周子式的成佛 就是坐在船上一起到达彼岸 周子式的成佛 他成佛了众生也成佛 第三种就是地藏王菩萨 这样子的成佛 这个叫做牧羊式的成佛 牧羊式的成佛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一般牧羊人 他是走在最后面 把所有的羊全部感到安全 成佛的地方都成佛了 最后这个牧羊人他才成佛 所以地藏王菩萨的伟大就是说 这个地义空了 那么他才成佛 是这样子 在开悟的境界里面 如果你真的开悟了 真实开悟了 那其实你就认识地藏王菩萨 就会认识得更清楚 对地义也会认识得更清楚 所谓地藏王菩萨的愿 所谓的地义都是全说 全说 全义的全 说 都是属于全说 在真谛里面 在开悟者的心中 这个也不能讲得太清楚 就只能跟大家讲 这是潜语之说 潜语之说 那么地藏王菩萨 他也是莲花童子 我所知道的 他是金莲花童子的转化 金莲花童子的转化 刚刚我们在同修的时候 地藏王菩萨是有降临 其实我们每一次同修 或者是做fire offering 师尊都有那一种接受 就有一种灵结 灵跟灵之间的感应 这一种感应 那么有灵结的时候 有这个 有殿跟殿本身的交汇的这一种情形 我们就知道 这是这个佛菩萨降临 像我们在念佛 我们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念佛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 都有在大殿里面念佛 在大殿里面念佛 念佛的时候啊 你只要想念阿弥陀佛 在你的眉心 或者他很高大 很高大 很高大 这个全身金色的 阿弥陀佛的脸 他手中拿着金色的脸台 他的一眼印 然后 你观想他 这个念头一产生出来 你又在佛的声音当中 大部分都 一般来讲都是有相应的 都是有感应 都有感应 都有下降 阿弥陀佛都有下降 所以我们的念佛非常好 每一次在大殿里面的念佛非常好 都有感应 那今天也是感应到地藏王菩萨来 所以我就欠请地藏王菩萨 地义赶快空 地义赶快空 那你赶快就成佛了吧 不用那么辛苦 还在地义里面 这个度发 这个地义的 最糟糕的这个众生 在那边度众生没有意思 但是事实上在人间 我们看这个人间 真的 你每天只要打开电视 都是有很多残忍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人心啊 不辞 不卑 而且老是想要害人 而且还有这样子的 无意识的害人 无意识的害人 无意识的害人是怎么样的 他反正他出来 他就是准备要害人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只要你碰上他 他就把你打死 他跟这些人没有什么仇啊 那些人被他打死 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仇恨 连见面都没有 他也狠狠地给人家打死 这个心 人心太坏了 人心太坏了 还有为某一种利益 他可以伤害人 可以杀人 有的人杀人不一定用刀 也不一定用枪 用笔也可以 用笔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用嘴巴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用笔用嘴巴 其实那个都是属于杀人 伤害人 我们学佛的人 不做这种事情 记得我们学佛的人 就是 第一个学的 你心一定要柔软 心要柔软 心不用那样子的刚强 不要那样子的刚强 心一定要柔软 像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我们大盐满里面的教法里面 他也教我们这个人的心 要柔软 要柔软 就是 学习哪一种谦卑 其实各个宗教都是一样的 很多 像基督教也常常讲到谦卑 要 要 谦卑 不要太自以为是 有些事情 你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不一定像你所想的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 我们经常要对自己 对一个修行的人 要严苛以己 你对自己要苛求 对别人要原谅 对别人要原谅 对自己要苛求 所以要有一个柔软的心 一个谦卑的心 不要去伤害别人 所以修行 我们在修行的人 第一个这个九次地的生文圣 生文圣 他虽然独自在修行 没有度众生 但是他主要有一点 他就不会去伤害人 这个就是生文圣 生文圣的话 所以大爷满九次地的 第一个最初的修行 就是生文圣 那既然生文圣 你第一个次地都没有办法做到 不要去伤害人 你都做不到 那就不是修行人 你不过是一个凡夫 不能讲说你是修行人 修行人是不会伤害人的 所以进到了菩萨的时候 他不只不伤害人 他还帮助人 他还帮助人 这就是属于菩萨 生文跟菩萨 都是大爷满九次地的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地藏王菩萨 他本身就是有发菩提心 一直在度法众生 包括最糟糕的第一道 他也在度众生 那么我们今天再继续讲 这个大爷满法 今天跟大家讲大爷满观心 我们以前看的 大爷满法里面有讲到 你要看日 看日 那么也有讲到 要看夜 夜亮 也有讲到 要看灯 看灯 还有看火 但是没有提到看心 师尊今天就讲说看心 看了个心心 这是一个笑话 有一个花明家问一对夫妇 我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 这个男的就讲 希望你花明一种香烟 让女人 让女人嗅到这个烟味 便立刻安静的睡觉 这个先生讲的 太太就讲 希望你们 你要花明一种眼药 让男人擦了以后 把妻子以外所有女人 都看成黄脸薄 师尊在中委会的office里面 看到一封信 这个来信的是一个女生 他说 师尊请画一道福给我 他说 他信里面就写 这一道福是这样子 让我的先生 只看我 不看别的女生 不看别的女生 看哪这一道福 看哪这个女生写来的信 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这个众生 众生所以是众生 大部分都是为自己着想 你想想看嘛 刚刚那个 有时候也要为别人想 为别人想一想 为别人想一想 你说眼睛 哪能够说 教师真画一道福 给你先生吃了 你先生就只有看你 不看别的女生的 绝对没有这种福了 是要你们敬爱圆满 什么叫敬爱圆满 就是说 无论怎么样子 要调整先生的心 不要有邪念 不要有谐心 不要有妄心 这才是重要的 今天我们这个修行大圆满 就是教你这个 教你看日 看夜 看灯 也要教你看星 看星星 看星星几乎在别的书上没有提到 但是师尊跟大家讲 看星星也很重要 好像我有一首这个童歌就是 星星星的嘛 对不对 就是 我看 唱看看吧 美丽的美丽的天空里 出现了光亮的小行星 好像是我妈妈的慈爱的眼睛 我唱给大家听 星星啊 很美的 尤其你夜晚起来看着星星 哇 好多 尤其清晨的时候 释迪摩尼佛成道 是在菩提树下 那么 这个 那一天晚上 初夜已经过去 中夜也是过去 可以讲 三经也过去 到了四经五经的时候 天都快亮了 最后一个时辰 佛陀在树底下看着天 看到东方的有一颗明星 非常的亮 然后 他就开悟了 他就开悟了 他是看星星开悟的 看星星开悟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看星 释迦摩尼佛都看星星开悟 我们今天也要去看星星去开悟 另外还有西空场菩萨 他的净土就是星 Star就是星 另外 空海大使 他在圆洞里面 修这个虚空场菩萨 求闻词真言的时候 天上有一颗流星 闪闪的那个亮光 进到他自己的嘴里面 一是空海大师就可以 他的记忆力变得非常好 而且能够念经的时候 这个不会忘掉 念经的时候过目不忘 一日十行过目不忘 这个都属于星星的 所以我们也要看天 师尊常常叫大家去看天是做什么 去看星星是做什么 是叫你心胸开一点 心胸开一点 不要把小事情 垃圾 放在自己的心里 这是一个修行 心要打开 打开你的心 你的心要打开 你的心要像虚空一样那么广大 要能够容纳所有的一切 所以有人讲说 这个宰相的肚子里面可以撑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至少你要成为一个伟人 你的心胸要很开阔 要很广大 不像那些小人 因为小人就是小心眼 一点小事都藏在他的心 那个狭小的肠子里面 往往往曲曲的肠子里面 小心眼 乌龟看利斗 夜看夜对眼 就是这样子 事实上 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乌龟 叫你眼睛放大 看虚空中的星星 你看每天晚上 让师尊看星星 多美 多好 晚上睡觉的时候 观想星光在虚空之中照耀着你 我记得好像尊house 那个我们那个尊house 西雅图的尊house 我曾经去参观 他那个房间里面 这个天花板 晚上一弄暗 灯一关起来 天上好多星星 很多 他的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好多星星 在星空底下 这样子睡着了 多么好 拥抱着星星睡眠 多好 好 释迦牟尼佛看见的星星 认真的讲 在我们开悟的人讲 他不是在夜空的星星 他是看到自己心中的星星 心中的星星 那个才是真正的观星 你看到这个星 这个星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 它会进到你的心里面来 佛陀看到的这颗这么亮的星 就是看到自己本身的佛性 看到佛见性就成佛 看到佛性你就成佛了 看到自己心内的佛性就成佛了 那么在大爷满法里面 师尊有写到 你要看星星 不是看到外面的星星 是看到你自己心中的星星 先看外面 你那个星星 把它移到你的天星 你天星就放了一个星星光在这里 然后这颗星 然后这颗星呢 往底下移 可以到你的心 到你的心 再往底下移 可以到你的丹田 这个星呢 可以再往上走 又到你的心 然后又从心上走 然后又从心上走到你的眉心轮 眉心轮 心轮 忌轮 这个star 是在中脉里面走的 这个星光在里面走的 我们行者看到外面的心以后 回去用大滩思法 两手张开 两脚裂开 然后观想这个虚空中的星星 到了你的眉心 顺着中脉 到了你的心 然后又到了你的丹田 一直在中脉里面 然后你经常多去看心 接受了一个心进来 再进入第二颗心 第三颗心 第四颗心 这个心心 就代表你的本尊 那么本尊呢 又有本尊的咒日 你要懂得本尊的咒日 我们以大日如来来讲 大日如来 它就有一个汉 汉 汉 汉是这样子写的 汉 汉字是这样子 你把一个心心 观想到你没心的时候 这里就有一个汉字 然后移下来 到了心 还是有一个汉字 到了丹田 还是有一个汉字 知道这是什么作用吗 你就是等于本尊给你加持的 星星 这个星光加持你 让你的眉心有本尊 让你的心悸有本尊 让你的丹田有本尊 这个八八问你 你儿 追求你的那个小我小 追求你的那个年轻人 脸皮实在太厚了 昨夜在我们家里待得很晚 你母亲对你说什么呢 你儿子在讲 妈妈说 怎么跟你爸爸当年一样 我们在追求佛法的时候 是紧紧的追求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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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天修行 是有固定的 固定的几坛法 它这个星星连住我们 我们也连住这个星星 我们变成非常的有眼 那星星就是你的本尊啊 经常引起它的光 进到你的眉心 进到你的心悸 进到你的这个丹田 那么时候 它这里会生出一个眼睛出来 一个眼 一个眼睛 在心轮也会有一个眼睛 在季轮也是有一个眼睛 到最后 所有的星光全部进来 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前身都是星光 像你毛细孔一样多的星星 星星的光在你身上 这时候叫做通生誓言 前身誓言 大圆满法里面有这个法 就是叫你通生誓言 你前身都是眼睛 那么这个修法 可以从观心这里来 看星星了 这个我写的密教大圆满第六十三 有些大圆满观心 西达多太子就是释迦摩尼佛 那时候他看见的星星是这样子 四月四分已过山 一后一分明心见 众生未行也未醒 四十大圣无上尊 纵若灭己得菩提 己明世间一切智 先佛染灯受祭起 顾明施迦摩尼佛 他看到星星 是在最后一分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佛性 那所有的众生呢 都没有在修行 也没有醒过来 这个时候呢 只有释迦摩尼佛是醒着 按这一句是很重点 众生全部都能够知道 灭尽的时候 他就得到菩提 就得到世间的一切的智慧 这句话是开悟的话 众生灭己得菩提 寄明世间一切智 这句话是开悟的话 然后呢 以前过气佛染灯佛 给释迦摩尼佛授祭 叫释迦摩尼佛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 已经知道 他已经开悟了 已经见性成佛了 所以西达多太子所看见的东方明星 是自己身中的天性 是自己身中的天性 不是外面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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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性就是光 也就是看见自己的佛性 我们要看见天上的心 印在你身上 那么必须要有几个心 才能够做得到 一个就是要学习禅定的心 禅定 告诉大家 有禅定九次第 我在新加坡讲的 十轮金刚禅定九次第 一个就是清净心 你的心有没有清净 还是被污染的心 还是有失心 什么是清净的心 也就是等于没有污秽的心 没有污秽 叫无后心 无后心 无后心 这是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的跟你的吵架 这个男的生气的甩门就走了 男朋友生气的甩门就走了 这个你的从窗户问他几点才回来 他说回来就是孙子 也就是说分手了 不愿意回来 这个 你朋友就果断的把门锁了 两个小时以后呢 这个男的就在门口一边敲门 就一边喊 奶奶我回来 他承认自己是孙子 他讲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把气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气 我不是讲修气的气 而是属于诚心生气的气 这个人生气的时候 他就没有清净心 那么他的心 心也是被污染 被几句话就污染 吵架就是污染 你那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个气给他送走 把这个气给他送走 送走以后就好 就环境了 就变成清净了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你生气的时候要想想 你生气的这个惩心 是从哪里开始的 要把这个根源找出来 然后再把它丢掉 再把它丢掉 丢掉以后呢 就变成清净的心 无后的心 这一点很重要 或者你生气 有的人生气 一生气 有的是一辈子的 我是讲有一些女生 她一生气 她从跟你认识开始 一直到现在 她都全部记得 一直到现在两个人吵架 就从开始数 女生有时候一生气 就从你跟她认识开始 你所患的过失 如死加珍 这样一个一个给你讲 一个一个一个讲 讲个不完 一直讲到现在为止 那不是清净的心 那是污染的心 那这些东西放在你心里干什么 过了就过了 就把它扫掉 现在的这个心也要扫掉 未来的心也要扫掉 把它空掉了 空了就是无后心 就是清净心 你心中还有东西 你不会出现星光 在你心中的光不会出现 西空的星光 进来你就保存了这个星光 在你的中脉里面流 变成眼 到了前身都是星光 你就清净了 如果不这样 你始终把垃圾放在你里面 我讲了一个笑话 这也不是笑话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有人看我的书 那么我书里面 有一些假假跟鱼 假假跟鱼 那么 有一个女生 她就认为她是假假 她是假假 每天她要追问我 另外那个鱼是谁 那鱼是谁 有一个女生 她认为她就是鱼 鱼 她老是要问我 师尊 那位假假是谁 我说天哪 你不会把假假跟鱼都放空吗 就是你啊 你把假假跟鱼全部放掉了 那个时候星光才会显露 你心中的光才会显露 这个假假心中有鱼 鱼心中有假假 他两边经常在那边闹 那边吵 那边闹 我是假假 你是鱼 我就跟你吵 你鱼就跟假假吵 假假就跟鱼吵 那吵个不完 什么是定心啊 没有了 没有定了 什么是清静心啊 没有清静了 什么是无后心啊 没有无后了 你一天到晚再吵 就是无脑 无脑心 你也没有烦恼 我们写佛就是要没有烦恼 所以有人讲说 师尊非常快乐 因为师尊没有烦恼 不是没有烦恼 因为我的快乐胜过烦恼 烦恼有 不是没有 只是少少 很少 很少 那只要用扫把一扫就没有了 烦恼是有 每一个人都会有烦恼的 不会说没有烦恼的 但是呢 你只要轻轻一扫 就把它扫掉 用星光进到你的身中 这个星光越来越充满 前身都是光 前身都是星光 你根本没有其他的杂质在里面 你就是无脑心 就是修到了无脑 没有烦恼 师尊没有烦恼的原因 就是因为师尊把所有的烦恼都看空了 把它看空了 看成没有了 看成无所谓了 就是罪有名的 I don't care everything I don't care 你不care一切 你还有什么烦恼 你说明义是人的第二生命 我们经常讲 这个明义是人的第二生命 师尊啊 是把名义都不要的人 人家问我 说师尊 卢师尊 那你就是不要脸了 你就是不要脸了 师尊讲 师尊切实不要脸 却是不要这个脸了 连脸都没有了 还要这个脸做什么呢 哪一个脸啊 是我刚出生的脸吗 是我年轻潇洒的脸吗 是我壮年的脸吗 是我回胖时的脸吗 是我现在的脸吗 不会的 再过几年 每一个人拿九十岁的照片来给我看 很多人拿九十岁的照片来给我看 我一看 哎哟喂 怎么变成这样子 脸上一块黑斑 这边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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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脸 你说九十岁的脸有什么好看 头发全白了 这边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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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没了 都没了 嘴都默默 你两个眼睛 像死一眼一样 你说老了 是那个脸吗 把脸全部不要了 还要什么脸 修行就是把所有的垃圾全部给他拿掉 就有定心了 有清净心了 有骨厚心 有无脑心 告诉你 师尊的眼睫毛是很长的 眼睫毛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眼睫毛很长 现在上面的这个眼皮塌下来 把眼睫毛都盖住了 那个时候是 我本来不知道 现在流行这个 弄假睫毛 黏上去 黏上去 黏得不好 有时候还会掉到这边 还有重假睫毛 重假睫毛 黏假睫毛 眼睫毛 眼睫就会变大 变亮 还要把这个 这边拉上来 眼睫就会大一点 师尊这个眼帘这里的皮垂下来 把以前很长的睫毛都盖掉 现在我看几乎快没有睫毛 师母告诉我 她告诉我 你以前的眼睫毛很长的 她跟我讲眼睫毛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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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现在怎么我看不到 因为你这个上面的这个皮垂下来 拉不上去 这个拉上去 还要打这个弱毒感进 才会拉 才会往上面拉 所以心是很重要 脸是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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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根本邪修行的人 根本邪的就是不要脸 跟大家讲不要脸 不要名义 名义 不要放在心上 你也反正不要脸了啦 大家都不要脸 你也不要脸 我也不要脸 大家一起都不要脸 那什么事都没有 你如果要还要你这个脸 你绝对跟人家吵架的 所以要学习不要脸的精神 就要把这个全部掏空了 真的是要全部掏空了 把那些 所有一些妄念 所有的念头全部要掏空 那时候 其实佛陀还没有在正道以前 他早就在学习 他写三六年苦行 他禅定可以到 非想非非想触天 已经是天界的最高天 非想非非想触天 没有想 非非想 非非想 非想非非想 还有一点想 已经到了这个境界 非想非非想触天 几乎把那个心 身体里面 心里面的所有垃圾 全部掏光 才能够到那个境界 然后再把心轮打开 看见自己的佛性 星光进来 照亮你自己的心 那个就成就了 所以我们看心是很重要 看了心以后 把星光进来 把你心中的污秽 给它减掉一分 多一分星光 减掉一分的污秽 多一分星光 减掉一分的污秽 都一样光进来 把你的前身充满了星星 充满了光 像通生四眼 通生都是眼睛一样 这个时候你空了自己 你就有成就了 这是一个观心的方法 到最后把无明都观破了 天心就显露出来了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这个 金刚莲花 金刚莲花座 精神集中 轻轻用意 唇响天心之光在运转 射身跟法界融成一片 就是这样子的方法 其实我刚刚所讲的 是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能够把星光 聚在你的身体里面 将来这个星光 就是你的星光圣 你当然你这个飞空的时候 归空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星星 从你的身中飞出去 很多的光飞出去 那么飞出一颗星 就是另外一个你 你可以飞出很多的星 就是无量无数 像千百亿化身 是这样子来的 这个密教又叫做念力中 其实就是靠我们本身的念力 把星光移到我们的眉心 在星际 在丹田 就成为三个眼 互相光明相照 三颗星再相照 再多进几颗星 变成全身都是光 全通身都是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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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离极型之前 牧师属妇新娘的父亲 你把女儿带到圣坛前交给新郎时 最好对她说句话 这个新娘子的父亲 是杂货店的老板 她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 当她把女儿的手放在女婿的手上时 便讲了一句话 货物出手 盖不退还 我们也是这样子 你只要进到一颗星光进来 你不要再用其他的垃圾 再把你的星光寄走 你只能够让光明进来 不能把光明再挤出去 这是很重要的 你只能够留住星光 但是你要把垃圾给它丢掉 这是念力 像虚空中的星星 进到你的脑海里面 变成一个眼 进到你的心迹 变成一个眼睛 进到你的天心 变成一个眼睛 三个眼睛的光互相看着 看着 上面的眼看中间的眼 中间的眼看下面的眼 下面的眼看上面的眼 上面的眼再看最上面的眼 这样子就成为中脉 就有三只眼 修三只眼 第三只眼 也是这样子修法 你这个眉心当中的这一只眼 你知道白杜姆 他手上一只眼 这只手上一只眼 两个脚心都有眼 这个眉心一只眼 这边两只眼 他互相对看的 互相对看的 这个手掌上两只眼 这边三只眼 五只眼 这底下又有两只眼 七只眼 脚心又有两只眼 这白杜姆 白杜姆一般的像 他都有七只眼 都有七眼 我们要有更多的眼 那修第三眼 先把星光放在这里 变成一只眼 越来越多次的星光 你把它关到这里来 它真的变成了眼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 观察你自己 观察你里面的 里面还有没有垃圾 你必须要拿掉的 欧妈您北美好